17611出版时间,2019年2月28日20点10分 33岁韩国男星崔振赫今晚将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见面会 她为筹备此活动,不惜拒绝参加韩剧皇后的品格延长集数拍摄 晚间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1400名崔太太相见欢 魁维四年在台举办见面会,被粉丝准备的应援给惹哭 她说,拍摄皇后的品格真的身心都很疲累 但看到你们为我准备的礼物和应援,我才坚持下去 有你们我才能继续当演员 她大方放送各种福利,上台粉丝几乎都获得拥抱 还走下台与崔太太近距离互动 更特地录制暴怒板起床铃声重粉 崔震赫开场化身马城的喜悦中的马城 现唱歌曲爱情傻瓜揭开序幕 低沉嗓音让台下粉丝听得如不如醉 活动开始不到半小时 她就走进观众席 在粉丝簇拥下,献花给今日寿星,录 图中和每个粉丝机长,握手,尽管寸步难行,仍面不改色,放送迷人微笑 主持人纳豆为粉丝争取福利,劝崔震赫录制早安铃声,由纳豆拍摄后上传粉丝团 没想到她却说,我不要啊,让纳豆下跪求饶拜托,崔震赫 看到纳豆慌张模样笑开怀,配合录制中文版起床了老婆 粉丝要求加码含文版,她以超凶狠的声音喊 快点起来,快点,笑坏全场 虽然以为她会在见面会上一展成果,但她说,现在不是那个身材了,体重是没有差太多 纳豆请她与第一排粉丝握手展现握力,她放话,你们可能会死哦 不过仍亲切下台握手,还加码多握第二排数名粉丝 她选出四名幸运粉丝亲自为她们上健身课,第一位就抽到游泳课 台下狂喊脱上衣,厘清状况的她冲向粉丝做事要揍人,仍引来阵阵尖叫声 她解释,我现在脱你们真的会很失望 没想到下一秒就开启玩笑对上台的女粉丝说,那你不是应该穿比基尼吗 说完急忙道歉 第二位粉丝抽到射击课,她亲自指导粉丝拿枪的方式,看到粉丝立刻上手,还搞笑在旁边比YEAH合影 在皇剧不少射击场景的她,忍不住把玩起枪,幸运台下粉丝自己演员魂上身,作是被她射杀,其他粉丝见 广野高喊开枪射我,崔震赫听完立刻扫射粉丝,引来其他区域粉丝举手抢住被射击,形成有趣画面 粉丝最后线上应援影片,崔震赫看到影片渺落泪,她哽咽些粉丝,平常碰到粉丝,因为我 个性比较内向害羞,不太会表现,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很木讷,但我相信你们懂我的真心 记者会上她以格子西装帅气现身,但绝口不提皇后,仅说,谢谢大家台湾粉丝喜欢我的马城的喜悦 不过她配合度高,谢学谢卖台语,临北回来了,全场大笑,她慌张询问翻译含义,担心自己说错话 崔震赫三度访台,被主持人纳豆问到想合作的台湾演员,她面有男色表示,有个合作过的演员,但我忘记名字了 她说的其实是曾一起合作日片恋爱吸血鬼的孟耿如,在纳豆提醒 下才想起,让她抱歉直喊,真的对她很抱歉,想不起来她的名字 崔震赫殷殷皇后的品格在台声势暴涨,但因缺席最后两集,让不少观众替她喊冤 她此行来台也绝口不聊该剧,尽管该剧在台湾爱奇艺播放次数突破1300万,她似乎更欣喜新作 品,说到粉丝的生日蛋糕时许愿,希望下一部作品可以大卖,在台湾获得很高很高的人气 今晚见面会卖出八成,吸金460万元台币,她明天搭机离台,班机不公开 王怡文,台北报道卖木稀奇现实免费,热门华语,西洋,日韩,台语歌曲 30天听到保利级领曲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崔震赫连甲打头阵宝岛捞金3,4月韩星访台2看了这则新 文的人,也看了,砸1800万代正妹来我付钱胜利开趴招待台湾K男星独家波沙滩海归日 巧状胜利赏规开豪趴柯震东公司说话了韩国男星崔震赫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见面会 郑梦黄社崔震赫到台下与粉丝互动 郑梦黄社崔震赫把香港来的粉丝手放在胸口 郑梦黄社崔震赫霸霸气的背后爆粉丝,郑梦黄社与粉丝开心合照 郑梦黄社粉丝特地从纽西兰回来台湾参加见面会 郑孟黄设韩国男星崔振赫粉丝见面会 郑孟黄设马拉西亚粉丝帮崔振赫补庆生 郑孟黄设崔振赫金乙格文西装帅气现身 郑孟黄设关键字崔振赫黄 后的品格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